国民党桃园市长提名陷入茶壶风暴 眼看争议持续的延烧 前行政院长张善震透过脸书来致歉 说是自己疏忽了 对不起 而党主席朱立伦随后也发了声明盗窃 强调所有的责任 责难他都会一肩扛 而罗志强则是在脸书宣布新计划 从下个礼拜一 5月23号开始 他要走透透桃园 每一个礼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国民党突袭是争招前行政院长张善震 参选桃园市长 让党内瞬间大炸锅 桃园市议会议长邱义胜 不但退出国民党群组 还把党部办公室物品打包撤出 眼看风暴越演越大 张善震赶紧道歉 张善震透过脸书跟议长邱义胜 立委吕玉玲和罗志强说 是我疏忽了对不起 强调23号将当面说明 三小时后党主席朱立伦 也透过党部发新文稿表示 对于沟通不周表达歉意 所有责难会一肩扛起 党内不少人感叹 这好好一手牌 竟被打成炸锅牌 公道自在人心 是非对错 民众其实心里也都看得很清楚 选战还没有开打 就有这么多伤痕伤口跟分裂 这对选战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党内风暴持续延烧 国民党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则在脸书宣布新计划 23号早上8点 将从桃园中立火车站出发 要把桃园13区516里走透透 倾听人民声音 难道是认为朱立伦这道歉 没诚意 三篇道歉声明 恐怕也很难交习 桃园地方反弹的情绪 如果有一点温暖跟冷情的话 就不会用这种粗暴而粗糙的方式来处理 再说这些话 有点这个亡羊补牢了 一盘好好的棋 被吓成这么坏这么烂 不过是个桃园市长提名 国民党偏偏就能搞得党内自己大打出手 不但轻者痛仇者快 更让支持者气到内伤 记者黄义俊离选台北报道 民进党今天改选各地方党部主委 在嘉义市放出了投票的争议 新任的主委呢 黄陆卉要拼连任 对上立委王美惠推荐的黄敏修 一大早就出现了有党员要投票时 居然被告知没有选举权 以派两派支持标吗 今天早上一开始的话 是发生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 最主要是有很多我们的党员要来投票 然后一开始报道 要确认他等一下是由第几个通路 去寻找他的党员名册要去盖章 结果要去寻求这个登记的时候 被说明说被告知 你并不是 这一次你并没有那个选举权 爆发出来说很严重 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个案 早上发生了七八个案例 我们认为这是故意恶意 而且那个名单名册是刻意有作弊 有把一些人的选举权把它引力掉 所以查询不到 在我们的竞选项棚里面 帮党员去查询他的党号 告知他从哪个投票口进去 这是一种服务 然后在服务的过程中 向选民推荐我们推荐的优秀人选 就蛮合理的 因为那个小姐可能有没有 在服务台在帮查询 有没有投票权的时候 他就拉错档案了 可是一下子就马上出离了 我们候选人包括我们这边的选户人员 都没有进入到造型里面去 其实是不应该进入到里面去的 所以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其实也不清楚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